解析,欢迎大家跟解析一起看1月30日的英文新闻 首先我们要看到疫苗的新闻 Johnson and Johnson said its one-shot COVID-19 vaccine was 66% effective at protecting people from moderate to severe disease and that efficacy rose to 85% when looking only at severe cases 好,那Johnson跟Johnson就娇生 娇生说了,好,什么事情呢 后面是一个名词子去Let 省略掉 他的one-shot COVID-19 vaccine 他的只要注射一剂单剂的新冠肺炎疫苗 目前那个有两个,瑞辉跟另外一家 我突然忘记名字了,都是要两剂的 那他这个只要一剂就好了 好,但是他的效率没有那么高 66% effective,66%有效的 好,有效在哪一方面呢 他说act protecting,act是介系词 后面要加动名词 保护人们,好,免于怎么样 moderate是中度的 sphere 是重度的,非常严重的疾病 对不起 就是他可以保护人们 就是你的新冠肺炎不会演变到重度到重度的疾病 有66% and that efficacy efficacy通常是药效 那个效度 如果只是rise的过去是 好,升到85% 85% when looking only at severe cases 当我们只看严重的案子的时候 严重的案子不是啊,严重 对啊,就是严重的病例的时候 这边cases指的是病例 那这个when looking是什么来的 那个it就是Johnson跟Johnson 省略掉 when it looked 好,这个时候it省略掉 look的改成looking 因为他是看 就是他自己看这样 这就是变成一个副词的分词构矩 副词指句缩减的分词构矩这样子 it will seek US authorization in early February 好,他会寻求美国的怎么样 授权 就是要批准的意思 批准他可以用这个疫苗 在二月初的时候 就 所以他们即将会有三种疫苗可以打了 好像叫Madonna吧 Madonna 一个是Madonna 一个是瑞辉Pfizer 一个是Johnson & Johnson 他们将要有三种可以打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可以打呢 好,大家会很想打吗 应该还好 不知道政府会不会给免费 这个好像没听到消息 不管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答案字 第一个 effective effective 有效的这个字一定要记住 有效的 第二个 moderate moderate 中度的 适度的 这个叫moderate 不太多也不太少 刚刚好的 也可以叫moderate 第三个 sphere sphere讲的是非常严重的 疾病方面 sphere 第四个 efficacy efficacy 通常用来讲要效 效力 好,第五个 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有授权 这边指的是核准 批准 准许的意思 好,第二个看到有点恐怖的新闻 a Japanese woman who said he hid her mother's corpse in her freezer in her apartment for a decade told police she fear infection if the death was discovered according to reports 好,the guardian 刚刚是wall street 的 general的 那这个是the guardian的 新闻 好,一个日本的女生 a Japanese woman 这里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who said 好,这个女生说什么呢 她 said 这边后面是一个 that名字子句 好,她藏了她妈妈的 cobs 就是尸体 藏在冰箱里面 在她的公寓 藏了十年 好,所以这个女生 她说她把她妈妈公寓 尸体藏在公寓 藏了十年 这边是你的 形容词子句 这边 told police 告诉警方 好,什么事情呢 that 后面名词子句 她害怕 efection 就是被驱离 好,被赶出去的意思 if the death was discovered 假如她妈妈的死亡被发现的话 好,according to reports 根据报道 这杰西有点进去看 就是这个女生 她说她妈妈就是 有一天她发现 她妈妈死掉了 然后她就害怕 她被赶出去 因为她是跟她妈妈 一直住那个公寓 她就怕被赶出去 结果呢 她就把那个冰箱 把尸体藏在冰箱里面 那后来怎么发现的呢 杰西有继续看 假如有兴趣 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女生 因为她搅不出房租 所以她被赶出去了 被赶出去她的公寓 然后那个清洁人员 在冰箱里面 找到那个妈妈的尸体 真是太可怕了 好,第一个 cops cops,尸体 日本人有时候 有一些人 我们不能讲全部 日本有些人 真的还蛮奇怪的 台湾有吗 不知道 这太可怕了 跟尸体住10年 No.2 decade decade 这个字看过 已经有看过 10年要记住 第三个 efection efection 就驱离 赶出去的意思 好,第四个 discover discover 这个字 常常看到 等一下还会看到 那在新闻报道里面的话 常常会是被动 was discovered 这样子 好,再来看到 这个是 一个欧洲的新闻 an australian man has left a bequest bequest 对不起 bequest to a french village as a gesture of gratitude decade after residence took in his family during world w2 好 这个奥地利人 Austrian man 他是一个 Jewish 他是一个 犹太人 那犹太人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不是受到德国的 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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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德国 那时候 他们大屠杀 杀了很多犹害人 犹太人 我今天讲话 有点口识不清 对不起 an australian man 这个犹太人的 奥地利人 has left a bequest bequest 大家可以猜得出来 是什么吗 遗产 留了很多 大笔的遗产 给谁呢 给一个 法国的村庄 as a gesture of gratitude gesture 本来是首饰 这边指的是 表示的意思 gratitude的话 就是感激 作为一个 感激的表示 decade 刚刚有看到 十年 对不对 数十年之后 after residence 在当地的居民怎么样 took in his family 收容了他的家人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World War II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多久了 几十年了 对不对 然后几十年前 收容他们家人 然后他现在过世了 就把一些遗产 留给那个 当初收留 他们家人的 法国村庄 这也还蛮不错 今天比较 没有什么大新闻 就用一点 这种温馨的小新闻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第一个 bequest 这个bequest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quest就是那种 你要去寻求 什么 问题的答案的时候 追寻问题的答案 可以叫quest bequest 这边是遗产 你留下来财产的意思 第二个这个字 可以记一下 gesture gesture 是首饰 表示 那我们常说 gesture of goodwill 善意的表示 可以这样子的用 第三个这个字 也可以记一下 gratitude gratitude 表示感激的意思 好 最后一个 因为今天讲都是比较小一点 今天先补一个 第一 a whale preserved dinosaur footprint has been discovered by a four-year-old girl on the beach 是BBC的新闻 刚刚也是BBC的新闻 一个 well preserved preserved 是保存的 好 保存的相当好的 保存完好的 什么呢 dinosaur 是恐龙 恐龙的footprint 脚印 has been discovered 被发现 那被谁的话 我们这边用by by a four-year-old girl 一个四岁小女孩 在海滩上 发现一个恐龙脚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 为什么 会有这种事情呢 好 那 这个新闻我就没有点进去看 大家有兴趣可以点进去看 应该可能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所以大家没有发现 那这个小女孩 发现她可能跟家长讲 家长又请鉴定来看 就真的是恐龙的脚印 好 第一个 well-preserved well-preserved 保存完好的 好 第二个 dinosaur dinosaur 喜欢恐龙就知道这个字 它就是恐龙 第三个 footprint footprint 好 footprint就是脚印 那大家想一下 手 手 那个 手印叫什么 不是叫手印啊 这个叫什么 fingerprint 是两个字 fingerprint 指纹 我们的指纹就叫做fingerprint footprint 我记得应该是分开两个字的 fingerprint 只要一个字的话 我等一下再改 好 那今天的新闻就看到这边 有时候新闻有点难找 所以就会找一些不同的 那 通常会尽量 像今天那个 不是 Johnson的那个新闻 就那个 报道的蛮大的 所以就 分享一下给大家 周末有时候好像没有 比较什么大的新闻 好 那今天就先看到这边 喜欢的话 欢迎按赞 那杰西的 部落格 跟脸书 也欢迎订阅 追踪 谢谢收看 下次见 拜拜